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 年日来社会上讨论得最多的是 政府会不会继续向市民派消费券促进经济 财政司长陈某波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 今年会不会再派消费券 目前仍然未有定案 他说最大的考虑是本港的经济情况 政府财政负担以及行政成本等 他坦言消费券的开支比较大 这种方法要小心采用 陈某波又说过去两年 本港多个行业都表现疲弱 市民怎样用消费券 大家都能够普遍受惠 虽然现时经济转好 但是部分市民的生活压力仍然大 现时还听着意见 派消费券以外 外界亦都期望政府 向深受疫情影响的特定行业 提供服业资助、服偿基金 不过陈某波说始终资源有限 过往的方式到了今天就未必再适合 但是他补充会在预算案 咨询期间了解有什么方式是最好 本港楼价连跌7个月 差响物业股价处数据显示 上个月楼价指数藏超过5年半新低 去年全年楼价累计跌大约1成6 结束连续13年的升势 陈某波说根据当局研判 本港楼市是有秩序的调整 现时不是一次过插水式下跌 至于会不会切勒 他就说一直在动态评估中 另外特首在施政报告中 说要抢企业 陈某波说政府正是全力做 形容反应踴躍 现时是逐单谈 但是暂时还没有正式签合约 他又预告如果抢企业反应好 不排除将300亿的共同投资基金再加码 凤凰卫视记者五毛年报道